阿姨的房子裡 怎麼會有阿飄讓安君菜告訴你 這個故事發生在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我阿姨 他們剛剛在彰化的鄉下 就是田旁邊買了一棟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其實是 好像有三四十年的歷史 然後它是一排 大概有七八戶人家這樣 然後大概都是三層樓的建築 他們剛搬完家沒多久 就剛好是過年 所以我們就回鄉下去 然後去我阿姨家做客這樣 那一開始年夜飯大家吃完以後呢 大人他們就出去可能打牌 或是喝酒這樣 那大概是他們約會是十一點多出門的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們小孩子就上房間去睡覺 那我就在小表哥的房間跟他打電動 然後大概打到十二點多 就說很刺激嘛 那你也知道小孩子就是 比較容易想要尿尿 然後我就說 但是因為外面有一個長廊 長廊的鏡頭才是 會經過一個客廳 然後鏡頭才是洗手間 然後我就覺得 十一點多上樓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二樓好暗 然後我想到要出去尿尿 我就跟我小表哥講說 哥你陪我去上洗手間好不好 然後他說不要吵啦 我在打電動你自己去你自己去 然後我想說不行我真的很急 我一定要去去這樣 然後我就只好自己一個人 開了門走出去 然後走出去以後門 那個門很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舊還是怎樣 他就自己關起來 那我就想說可是我真的很急 我就想說好那我快步走 然後快步走可是長廊很長 我就覺得怎麼走不到盡頭 然後我經過客廳的時候就覺得 欸 我覺得有一個眼神在看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眼神在 在我的左手邊一直在看我 然後我就想說我到底要不要轉頭 我到底要不要轉頭 然後結果一轉頭看過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電視機沒有開 但是黑色螢幕就浮現一個女生的臉 然後我看到以後我就整個嚇到喔 然後我就覺得我已經有一點尿出來了 結果那個螢幕上的臉還對我微笑 我就看到一排很神奇的牙齒 然後就是立刻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 然後我就只好大叫 我就一直叫我表哥的名字 然後我表哥叫了好 我感覺我叫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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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表哥都不出來 然後叫到我喉嚨都啞了 然後我就想說 而且我腳真的動不了 而且我又尿失禁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那我不知道該怎麼 然後後來叫了很久我表哥終於出來 他就說你是在衝什麼講台語 他說你在幹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看到 然後我表哥就衝過來喔 然後把我拉進他房間 然後進房間以後他就把門鎖起來 他就說你看到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看到一個女婦在對我笑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說你也有看到 他就說他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等一下快睡好了 然後他就隔天早上起來 起來 起來 這個晚上就結束了 但我真的睡不著 而且我就是尿褲子覺得不太舒服 我也那時候也沒有想說要換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一天在那個洗手間刷牙的時候 然後刷一刷 就是晚上他刷一刷 然後有開燈喔 他居然刷一刷看到後面 有一個女生的臉 然後他就卡在那邊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女生也對他笑 然後他就把牙刷丟掉以後衝出去 叫他媽媽就是叫我大姨 然後我大姨就從樓下衝上來 就說是怎樣是怎樣 然後他就說 媽媽我在那個便室看到 一個女婦在對我笑 然後他媽說你不要亂說 不可能你小孩什麼的 他就覺得他小孩不懂事亂講 然後我大姨就打神不像 還在他們面前講說 真的我整天都看不到 為什麼有鬼我都看不到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天講完了沒多久 他們就晚上睡覺的時候 然後我大姨就覺得 怎麼房間很吵這樣 然後他就打開眼睛一看 他就看到他躺著嘛 他就看到這裡有扶著一個麻將組 有四個人在打麻將 然後主要是他最靠近他的這個人 是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就是跟我們看到的是一樣的 然後他就想說 鬧人家裡外 而且是扶在幫忙中打麻將啊 然後他就想要講話也講不出來 你知道嗎 他就一直很害怕一直抖一直走 結果那個女生就轉過來說 你要告訴我 然後我大姨就整個 嚇醒他就 嚇醒他終於可以動 然後叫出來喔 發現喔 剛剛是做夢 可是他往前面的鏡子一看 裡面有一個綠色的他 然後七孔流血 綠色的自己 然後七孔流血 他嚇到立刻 他嚇到立刻衝上樓 把我兩個表哥都拽下來以後 就衝走 然後就離開那個房子 然後隔天才請我外婆家的所有人 去幫他們搬家 然後就立刻逃離那個房子 然後還島 還台灣一個星期 然後去所有廟宇拜祭 那些人都打開了 那些人都給大家